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12日 这里在哪里呢? 加拿大就真的很大 其中有一个省份 叫做Kiehlberg 灰北克省 在加拿大的右上角 那这里在哪里呢? 那为什么今天突然说他呢? 哇!这里真是不得了啊! 我就没什么评论 照说的 因为有很多加训的嘛 加训是什么? 就是加拿大的粉丝 那话说全球这个黄咪宫 就是C19的其中一只杂士变变变 那个征状各样 基本上都是如同感冒一样 那但是感冒还是感冒 以前你伤风感冒那些 可以使用一下医疗设施 又或者自己吃点药回家睡 那这些自我隔离 自我治疗的措施 这些你有得选择嘛 哎!那但是 灰北黑省就不是跟你玩啊 要交税 那话说灰北黑省里面呢 那个省长就叫做雷哥 那我不知道啦 因为有些人是喜欢拿这个 QIIP那些签证各样的嘛 就是灰北黑那些 又或者还有其他移民的方式 那但是你移了去那个地方 是不是又真是崇尚自由的呢 那我又不好 放了个焦点在加拿大 就是最近澳洲 都对网球选手组维棋 上下棋手 又弹弓手 那所以就不只是加拿大 加拿大都还有很多个省 你可以选择 就是正如美国一样而已嘛 你都有很多个州可以选择 那但是灰北黑就真是不得了啊 天寒地冻之鱼 总之我觉得这个省份古古怪怪 之前好像有热浪 那已经算了 哇最近这个雷哥不得了啊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征切法 令到所有拒绝这个 加入全真教的人士 在健康方面作出贡献 什么贡献啊 交税 原因 这个雷哥是这么说的 他说因为 这些不加入全真教的人士 为所有的灰北黑人 带来这个经济负担 那先讲一下这个雷哥的背景 首先就是扮中立 因为呢 他声称 self describe 自己又不是左 又不是右 属于一个叫未来联盟的物体 那他是这么说的 就说 不可以给这10% 未加入全真教的人口 去伤害 他是用这两个字的 就伤害那些九成 已经加入了全真教的人口 哇 原来 灰北黑这么厉害的 有九成的人 就已经加入了 那无关乎之前有热浪 不是薯片 那剩下的一成居民 如果不想交这个税项的话 我想除了 离开这个省份之外 都没什么选择的了 是不是 交税 部分人选择交税 而且 哇 讲到很恐怖的 他就说 那些未加入全真教的 就是那10%的民众 就需要支付大笔的税金 这样说 是大笔 他使用到这个字 而且 就上升到一个层次 就说这些 未加入全真教的人士 就瘫痪了他们的医疗系统 这样说 而他那个Rationale 是这样说的 你听完 我不知道同不同意 他就说 因为使用到 这个重症监护室的人士里面 有五成 都是未加入全真教的 也就是说 有10%的人士 就占用了50% 这些这样的资源 但是这件事 无论怎么说都会通的 就是为什么 你如果 自己那些全真教 各样的东西 有效的时候 喂 那于是乎 你那个ICU各样 相信会是零 你有效的 那些人有效的时候 就不用帮衬你了 既然不用帮衬你 那就零了 那于是乎 就100% 都是那些 未加入的信众了 那就10%的人士 使用了100%的资源 这个数字是否这么计 那很明显 你这些人不需要 所以才占用了五成资源 但是 他的意思就是 喂 不行 你那里得10%的人 占用了50%的资源 为他这么说 就糟糕了 因为 这个就是 压迫这个小数民族的开始 你想想 你倘若 那些小数的族裔 突然之间 占据了很多的席位 又或者使用了很多的公共资源 总之 是一个 就是他说比例 不合乎的比例 于是乎 他有大条道理 就说那些 Athnic Minority 占用的比例不恰当 于是乎 就大幅加他们的税金 那又行不行呢 就只不过是 将这个医疗的层面 无限延伸 那就可以这样做了 变了他的政体 就是压迫一小撮人的政体 你不要说 他不是一小撮的 因为 就是他这个理论 是由英国那边 我都有看过 Guardian里面 有些columnist 都有说过 因为说不通了嘛 之前就是说 加入全真教 练到第二重天 第三重天 就可以减少 散播去其他人身上 接着不成功 甚至乎现在这只和咪公 追着那些全真教的人士来咬 哦 于是乎又倒转 就说呢 不是 可以减轻使用家户病房的那个率 原来当日转口风是这样用的 好了 然后 哦 加拿大就完美示范给你看 是怎样的 将全真教和非信众 这样就划分开你 原因呢 你加入了全真教 你又使用了他的服务 你又变相帮衬了他 但是其实我一直都说 这条数字也很耐计的 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国家 通常 你由出生 去到成长为止 最好 当然是你不停地工作 去到六十岁之后 你就愈化新鲜 于是乎你存起的退休金 交违产税之后 就是去咬你 然后你愈化新鲜之后 再光顾南无佬 振兴经济 对于国家来说 就是最完美的 六十岁以上就不要留在这里 所以使用到第二重天 第三重天 一直捏上去的时候 在税务上来说是说得通的 而如果没有加入到全真教 留在那些 那就是说 会拿那些退休金各样的 于是乎 又怎样可以容许那些人 扎少些税呢 意思是这样 咦 不过如果他们七老八十 不用做事呢 哇 那似乎 就难搞些 是不是啊 所以都是针对现行的工作人口 因为现行工作人口才是纳税的 当然啦 如果那10%不是全真教的灰北黑居民 听完这个政策之后 即时退出工作阶层 转移去其他省份 那可能 就是至少不用交税给那帮小伙子 就是强制自己加入全真教的嘛 但是很难的 千涂万涂 都走不出加拿大的国境 那灰北黑省就麻烦点 就是话说 灰北黑省 都可以说是全加拿大里面 那有错糾正我啊 可以算是最严的了 每晚10点之后 就有curfuel 禁止举行私人派对 以及 如果你不是全真教的人士呢 就连 啤酒各样都不给你买 这些娱乐性产品 那他是州长哦 他都恶了哦 虽然 也都有其他的反对声音 例如 灰北黑省的保守党议员 港灰 这位叫杜凯默 他是 谴责这个州长的 搞错了他不是州长 他是省长 就是他就说呢 征收新税 就只会再度分裂这个灰北黑人 其实不会的 就是为什么呢 他有九成了嘛 有九成这个数目 你分裂的都是那10%而已 所以被些不恰当的人 上了省长的位置 就好像美国华盛顿州 阿里桑那州那样 那就麻烦的了 那即使是赞同这个全真教的议员 例如自由党的党魁安格拉德 他也都不赞成这个省长所说的东西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这项税收呢 是会分散了注意力 我不知道分散了什么注意力啦 我想就是 令到其他人 就更新怀疑 就是你不是为健康各样的吗 突然之间 为什么又说到秋税呢 那就令人很怀疑他的动机 甚至乎 这个省长会不会 又是科技莫技 诙剂各样的股东啊 或者朋友啊 等等呢 甚至乎 不法其想啊 就是之前 这个杜鲁多 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啊 甚至乎是提出了 如果你不加入全真教的时候 就是未练到第二重天 第三重天啦 甚至乎 福利是可以没有你份的 就是那个失业救济金 他又将全真教这件事呢 和你能够享用的福利 那 挂勾起来 哇 税就有份教 福利就没有份拿 多厉害啊 原因 三个字搞定 为你好 但是全世界的民众有眼看就是呢 他已经这件事 变成和咪宫之后啊 甚至乎世伪都跟你说 你是不对等的嘛 你出来的所有那些政策 都不是与时并进的时候啊 又怎样说服到民众呢 更何况 做人均真点好 你嫌人地用你的医疗设施的 那很简单 如果 他是医疗人员 他还没加入全真教的 那理论上 如果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啊 就应该是怎样啊 辞职 不要怒 哎 甚至乎转行算了 而的确 英国这方面啊 就做得非常好啊 至少有1000名NHS的员工 由于 不想加入这个全真教啦 选择脱离这个医护行业 啊 就是可能是的 回家臭小孩就算了 英国的制度啊 某程度上 在这方面呢 啊 就比较自由 就是至少Boris Johnson 保守党执政底下 都不会太过乱来 最讽刺的就是呢 就是一方面 就挂着自己的牌头 写着自由 未来 民主 啊 这些这样的党派啊 反而 啊搞笑啊 真是 世界是不是玩这个颠倒上呢 挂着民主 自由 未来的 就没有未来 没有自由 没有民主 反而挂着保守的 他又真是保守给你看啊 那还有 收人家的税 啊 就不给福利人 谁说得通的啊 原因 啊 就不是 以你纳税多少去平定啊 而是以你有没有加入全真教 啊 有没有听他的意思 那和强制有什么分别 那你不合理啊 就是如果 啊 你的医疗体系不想人用的 执毁了他啦 又老实说 哎 我都说均均真真啊 你这么不喜欢的 很简单啊 你那些不是全真教信徒的 啊 就签定一张东西 我不进 你的家户病房算了 喂 又老实说啊 今时今日 正如我昨天那集话头啊 这个Robert Malone 阿博士他都说了 他那个医疗体系呢 你帮大条数他 有奖金拿的啊 哇 随时 进去做了实验品都不知道啊 所以呢 这一两年没什么事啊 就真是了 鬼鬼帮衬他好过 那香港没办法 因为他抓你进去的 强制接受治疗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说到这里 到这里 我终于开始了 导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识 识